招牌被風吹倒 橫躺在馬路的中央 占據了一線道 警銷人員緊急抵達現場指揮交通 受到強台康瑞影響 新北市淡水區下起好大雨 強勁的風勢更是把飯店的招牌吹倒 這裡就位在淡水的學府路上 招牌不敵強風硬聲被吹落 招牌裡頭的鐵片還瞬間的噴飛 直接砸中停在路旁的汽車 可以看到汽車的後擋風玻璃全碎光 玻璃也噴溅在周圍 飯店的員工非常的緊張 趕緊先確認沒有人受傷 警銷人員才到場 頂著風玉把招牌立起 首要就是要先趕快的恢復交通順暢 不過也因為風實在太大 警銷人員光是走動都有困難 因此也要耗費好大的一番功夫來處理 後續飯店因為沒有固定好招牌 因此也要付起相關賠償 性 Licht 人竇人牽匪 因為 藥 餞